Aki, say hi, say hi OK, go 这颗是我身后这颗一年半的千叉苗 它春花的表现非常让人惊艳 另外我还有两颗各为四岁和三岁的龙沙宝石种在前院 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们开花的盛况 1985年法国梅兰玫瑰公司 玛丽路易莎梅兰培育出一种颜色淡雅花形古典的玫瑰 命名的时候刚好是法国强威诗人Pierre de Rosar去世400周年 为了纪念它命名为龙沙 那为什么它又被叫做Eden呢 因为培育者也将它昵称为Eden Rose 但是梅兰公司在50年代就曾推出另外一款叫做Eden的玫瑰 为了区分这一款其实全名是Eden Rose 85 其实它在那个时代并不符合人们的审美 所以一开始没有被梅兰公司重视 听说在他们决定销毁时 被德国代理商救下 慧眼是英雄 让这株玫瑰最终成为市场宠儿 在2006年被世界玫瑰协会誉为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玫瑰 21世纪初龙沙登陆中国市场 因为它开花时散发着宝石一般的光彩 所以中国人开始叫它龙沙宝石 有人问龙沙是不是要全日照才会开花 我种两颗龙沙每日只有四小时的日照 大约两小时的直射阳光 因为我把它们种在朝北面的门廊旁边 早上和下午都被房子挡住 只有正午时才有直射的阳光 龙沙全日照绝对能开更多的花 我上集展示过的一年半的千叉秒就可以证明 龙沙宝石的花中心是深粉色 渐渐蕴染过渡到外围变成白色 初开时花朵成深杯状 之后逐渐展开 花瓣层数为80瓣左右 花朵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会垂挂在枝头 这是一朵龙沙凋谢时落下的花瓣 是不是很可观呢 龙沙宝石每朵花大概持续7到10天 整个花季长达一个月 这两株龙沙都还有许多花苞尚未展开 可以一直少花到6月中 休养生息两个月以后就会再度开花 但花量大约只有第一波的一半 这是我前面提过 二月份就开第一波花的一年千叉秒 它现在正在开第二波 跟成熟的龙沙比花朵很小 因为它现在还在一个15加仑的花盆中 我正在烦恼要如何砍掉部分迷迭香 将龙沙递直才能让它长壮爬满拱门 龙沙宝石大型藤本 可以让它爬拱门 做成花墙或花柱 我的这两颗就是配合门朗石柱 做成龙沙花柱 这两颗就是配合门朗石柱 说明真的大型的宗圙 我心事 を绝在三天 你或是别跟深山 rahatР regional就尽华 你带它也要连三天 这关小姐 袁超 joke 早到 company 另外这颗龙沙是一年的千叉苗 也是做成花柱造型 龙沙也可以做成树玫瑰 我打算用这颗龙沙来修剪 培养成树玫瑰 等它开完花 我会将下方的枝条都剪掉 只留下这一根主干 让它在这个点往上 尽量发展枝条 可能一两年就可以达到树玫瑰的规模 不知道有没有北美的花友像我一样 曾经不知道如何分辨climber和rambler climber中文被称为现代爬藤乐技 它是在野蔷薇的基础上杂交培育出来的 特色是多寄开花 大花 花瓣反复 枝条粗壮坚韧 我今年二月种下的藤本乐技 就已经有几颗开始开花了 这是波尔卡 波浪型的花瓣非常特别 花朵可以大到12公分 是我喜欢的杏色玫瑰 这是藤冰山 个子还很小 却花朵满满 现代爬藤乐技最有名的代表 当然就是龙沙宝石了 龙沙是多寄开花的 在我这里一年开三次花 分别是五月七月和十月 至于Rambler 可以被称为慢性玫瑰 特色是一年只开一季 花朵小 单瓣或两层花瓣 鲜少有腹瓣品种 枝干比较细而柔软 慢性玫瑰最有名的是黄木香 小小的虫瓣花朵 会层层叠叠堆积在篱笆或屋顶上 造成一种花瀑布的美感 这是我家餐厅窗外的山景 雨过天清后云朵的变换 预告着明天会更晴朗的天气 但愿人类的苦难早日退散 最后让今天还未登场的阿基 来替我羡慕下台 我们下次见